关 公广集团 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 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资料结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资料结构 资料结构 大家已经上过三次课 也了解到它是探讨 电脑如何摆放我们要处理的资料 以及如何处理这些资料 那么今天这个讲次 我就要跟各位介绍一种结构 这种结构叫做正列结构 那么正列结构呢 只要我们学过程式设计 大概都用过 那这种资料结构是非常单纯 而且非常简单的结构 那么在正式介绍这种结构之前 我也跟各位来看一下 这个讲次我们打算介绍的重点 那么这个讲次 我跟各位介绍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我很简单的来跟各位把正列这种结构呢 来做一个介绍 第二呢 我跟各位来探讨一下 正列这种结构里面 怎么样来操作资料 第三呢 我跟各位一起来看一看 正列它在应用上面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那么首先呢 我们先了解 正列这种结构 是一种最简单的结构 我们从底下的这个图形呢 各位可以看 如果我们带处理的资料 把它放到记忆体里头 我们是按照进来的顺序 把它排成一列 就像画面上一样 这是一种方式 那么也有一种情况呢 我们不是放成一列 我们放成一个面 这也是一种方式 那么我上一次跟各位提到过 我们把资料放到电脑里头去 让CPU 让电脑的中央处理单元 来取用的时候呢 就像在工厂里面 我们把原料摆好 然后呢 准备让CPU 根据我们的指令 来取得这些资料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些 要处理的资料呢 排好顺序 放在那边让CPU来取得 那么它取得的越快 那当然我们能够 产生的效率就越高 那正列结构呢 它是最简单的结构 它的排法就是对号入座 那么从画面上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把它排成一列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排成一个面 就像我们到游泳池也好 或者到车站 这个储物柜 它都是一个 像底下这样子一个面 有一列一列的柜子 每一列都有上下有多少排 那么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 A的这种方式 也可以用B的这种方式 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 正列结构 那我怎么样告诉电脑说 那我要用这样子的结构 还是用B的结构呢 这就牵涉到 我们要在程式语言里面 用到一个宣告 我告诉电脑 我要用一个阵列 那么我一定要告诉它 我用的阵列 是什么样的名称 那么第二个呢 要告诉它 注标的范围 从刚才那个画面里面 各位可以发现得到 我排成一排 那既然是对号入座 我也要告诉它 那我有几个位置 那么第三 我们要告诉它 元素的形态 从刚才这个排出来的画面上 各位可以看到 一个一个的格子 我们就称之为 一个一个的元素 我们往下看 我们先看这个简单的 排成一列的 排成一列 我们只要有一个编号 比方说这个是一号 这是二号 这是三号 这是四号 这是五号 这是六号 这就像我们的 座位的编号 那座位的编号 只用一个编号的 称之为一围阵列 然后各位看 我只要A of one A阵列里面第一个 那么就是指这个元素 也就是很清楚的 就是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位置 我要摆什么样的资料呢 这个就是元素的形态 那么我们在课本上呢 用DIM 那么我们在课本 这个课本呢 来介绍变数也好 阵列也好 我们都用DIM来宣告 来定义 A就是阵列的名称 那么一到六 就是注标的范围 这里面的这个数字 我们就称之为注标 有一到六就表示我有六个位置 编号分别是一二 一直编到六 然后INT是一个元素的形态 那我们整数的形态 我们用INT来表示 那么每一种语言 它表示不同的形态 它都有一个保留字 就是它用哪一个字 来代表整数的形态 用哪一个字来代表字串的形态 那么有这样子一堂的宣告 就表示我告诉电脑 请你帮我保留六个位置 这六个位置呢 它的名字都叫做A 那我用这个注标 来标示它特定的一个位置 这个就是一个阵列的宣告 那么我们宣告一个阵列的时候 它代表了两个意义 一个意义是在这个结构里面 你要存多少个资料 既然是对号入座 那么我就说你有多少个位置 那从宣告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来 这个的元素的个数 比方讲我们DIMA 从L到U就是注标的下限值 到注标的上限值 那我只要把上限值减去下限值加1 就算得出元素的个数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比方我们有一个宣告 是A of 1到18 那这个地方我不用计算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那就是编号1到18号 就有18个位置 所以你从这样子的话 就很容易去了解 用这样的一个公式 然后用这样来做计算 那当然如果这个地方不是1 没有关系 我们一样 好 我们宣告一个B这个阵列 它是11到99 那么我们的算法呢 有人很聪明就算了 就说到99嘛 然后我就用1到99 那就是99个位置 那1到10不是 我把它扣掉 那这样就有一点复杂 那我们还是用这样的一个公式 上限值减掉下限值加1 那这个我们就得到 我们这个B阵列里头 它能够储存的资料的个数 那么对于一个阵列 我们去算资料的个数 主要的目的就是 当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我有多少资料 我清楚了 那么我去定义这个阵列的时候呢 就要让它能够足够的 来放置我这些资料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 如何来计算元素的位置 我们说这个CPU 它很容易的可以抓到 我们放在记忆体里头的资料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找到它的位置呢 因为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复杂 所以在这里 我先让大家呢 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 再来跟各位介绍 元素的位置 怎么来计算 欢迎回来 我们刚才谈到 宣告了一个阵列以后 我们知道它能够储存多少个资料 也就是正列的元素 个数怎么样来做计算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元素的位置 怎么样来计算 那么假设有一个元素 我们已经知道它的位置 就是A of i 我们已经知道它的位置 那我们要计算 那我们要计算A of j的位置的话 我们怎么样来算呢 它的公式是这样子 如果我们用address ADDR括号A of j 这表示A of j的位置 它就等于A of i的位置 再加上d 那d呢 就是这两个元素之间的距离 那么S呢 就是我们每一个元素 所占用的空间 那么利用这样的一个公式 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来 我们所要知道的元素的位置 好 我们看一下底下这个例子 如果注标值为1的这个元素 它的位置是0002 我们都是用实境位的 那我要求A of 4 就是注标值为4的 这个元素的位置的话呢 那假设A里面每个元素 占用两个位置 位元组的话 那我们公式再复习一次 A of j的位置 等于A of i的位置 加上d 那这个d就是等于j减去i 乘以每一个元素的空间 那么我们看A of i 它是0002 那我们知道S等于2 我们只要带公式进去 i是等于1 j是等于4 所以我们就是0002加上4减i 然后它乘以2 那么这个计算出来 就是等于0008 也就是我们A of 4 它的位置在0008 那么从这样的一个公式里面 我们就可以发现 你任何一个元素 我都可以很快速地计算出来 那么为什么能够那么快地计算出来呢 因为基本上元素他们使用的是连续的空间 就是这个位置是紧接着在一起的 所以这一点特性非常的重要 好 谈完一维正列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二维正列 所谓的二维正列 就是有行 直的为行 横的为列 我们刚才一维正列的时候 只用一个注标 就可以标示元素的位置 那么在二维正列里面 我们就要有两个注标 各位看B of i 逗号 i 那么这个正列 我们称之是两列三行 横的是列 所以这是第一列 这是第二列 那这是第一行 这是第二行 这是第三行 所以我B of i 逗号 3 就代表我是第一列 第三行的元素 那么我清楚了这个以后 我再去做其他的运算 就比较能够清楚地找到 你要的位置 跟了解你运算的结果 那我们怎么样去定义 二列三行呢 我们一样用DiM 正列的名称 那注标的范围 我们就要用列跟行 我们前面写列 一到二 就是因为这是两列 然后一到三 这是三行 元素的形态一样 我用Int是代表整数 所以二维正列 它事实上只是在注标范围 这个地方有一些改变 那各位会 不会举一反三 那我三维正列 四维正列呢 那就是在这个地方呢 再继续往下加就对了 那同样的道理 我们来看一下二维正列 我们怎么样去计算 它的元素的个数呢 一样的 我们去用它的下限值 跟上限值来计算 然后我们用第一个注标 就是列注标的下限值 跟上限值 这是行注标的下限值 上限值 各位我们如果是一维正列的话 只用一个注标 就是用U1-L1加1 然后两个注标呢 就U2-L2加1 这两个把它相乘就对了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非常的简单 我们做一个例子 一样我这A这正列呢 是二维正列 那列注标是1到5 那么行注标是2到7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元素的个数是多少呢 下限值减上限值 对不起 上限值减下限值加1 上限值减下限值加1 算出来等于30 这很简单 好 那么我们从一列 就是说一维正列 就是说一维正列很清楚地知道元素的前后位置 可是从二维正列里面呢 元素排列方式呢 它决定了元素之间前后位前后的关系的顺序 这个地方呢 我们说如果你排成一列 就是一维正列 那么我说 谁在谁前面非常清楚 那么如果说是二维正列呢 谁在谁前面 怎么决定 那么我们有两种排列的方式 一种是以列为主 Raw major 一列是一种呢 是以行为主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来跟各位看一下 这两种方式有什么不一样 好 以列为主 就是我一列排完再排一列 就是Raw major 以列为主 所以这个排列的顺序呢 是A11 A12 A13 再过来是A21 A22 A23 这样的顺序 所以A13的顺序就在A22的前面 这是以列为主 那如果是以行为主呢 我是一行排完再一行 一行排完再一行 所以这个呢 就是A11 A21 A12 A22 A13 A23 在这种情况下 A11 它的位置就在A22的后面 好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排法呢 我们再去算两个元素距离的时候 就会用到 好 如果我用以列为主 Raw major 各位看 你这个 以列为主的话 它是A11 A12 A13 A21 A22 A23 所以 A23 它事实上 与A11 它的距离是5 那如果说我以行为主的话 那如果说我以行为主的话 A23 跟A21 它的距离就是7 所以当我要去计算它的位置的时候呢 就会有差别 我们来看一下它们的公式 如果我已经知道A11 如果我已经知道A11的位置 那我要知道A23的位置的话 我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公式来算 如果我是Raw major 以列为主 以列为主 那么我们看 我要计算的 A of ij 相对应于A of ij 那么我一样是加上它的距离 那么加上这样的一个距离以后 我就可以把它的这个元素的位置找到 那么这个距离的计算就不是那么的容易 它的计算方式呢 是你要先看它们差几个元素 然后再把每一个元素所占的位置 沉进去 这个就是它们的距离 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C呢 就是代表每列的元素个数 就是每列的元素个数 是不是就等于杭数 就是等于杭数 那么这个呢 是它的到底差几列 你在第一列 我在第二列 我的列数的差距 就是在这个地方 J减掉1 就是你的位置在1 我减掉1 比方讲你在第一列 那么我在第二列 我们就是差一列 那我们差多少行呢 你在第一行 我在第三行 那我会是差两行 然后我们看这样的一个公式呢 来做一下计算 那这个计算呢 就是公式在这 我A13等于0001加上D 那么D在哪里呢 D是多少 D4 我这两个的距离 是两个都在第一列 那么一个在第一行 一个在第三行 所以我用1-1乘以3 3-1乘以2 然后再等于4 计算出来以后 把A11的数字 把它加上去就可以了 那么等一下呢 我们还是会用 以行为主 再来做一下计算 那在这个地方呢 让各位稍微休息一下 欢迎回来 我们刚才谈到 如果在一个二维正列里面 我知道一个元素的位置 那我如何去计算 另外一个元素的位置 那我们上一节 介绍到的是 以列为主的 这个排列方式的话 我怎么样来计算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用以行为主 这样的一个方式 就是Current Major 各位可以看画面上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公式 以行为主呢 就是我一行排完 再排第二行 第二行排完 再排第三行 那我的公式也是一样 我相对的要看 这个元素的话 我是用假设A of IJ 这个元素的位置呢 它就是等于 前面的这个位置 加上D 这个D就是 它们彼此之间的距离 我们一样是看 它们相差多少个元素 然后再把每个元素的 所占的空间呢 把它盛起来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两列三行 两列三行的一个二维阵列 那么这二维阵列呢 我们怎么来计算A13 它的位置 我们已经知道A11 它的位置是0001 那因为是两列 所以R等于2 那我们也假设每一个元素 所占的空间是两个位元组 好 那我们要计算A13的时候呢 它也是一样 把A11再加上它们之间的距离 那它们之间的距离呢 就是我们先看 它们差别多少行 你在第一行 我在第三行 所以三减一 它们差了两行 那每一行有两个元素 所以我就差了四个元素 那你也在第一列 我也在第一列 我们是同样在同一列 所以它的这个距离是没有 在列的部分是没有的 所以这样一乘呢 我们就发现 它两个的距离是差8 那我的A13就等于0001加上8等于0009 这个就是我们在二维正列里面 怎么样去计算那个元素的位置 我们再复习一下这样子的一个公式 那这两个呢 要你计算位置的时候 你一定要很清楚 它给你的条件是以列为主 还是以列行为主 那么如果是以列为主 跟以行为主 它们之间的那个计算的方式 是有些许的不一样 请各位要特别注意 那么谈完正列 元素个数的计算 以及元素位置的计算之后呢 我们就来探讨一下正列的操作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建立一个正列 刚才已经说过 就是我们透过宣告 宣告定义 它就建立了一个正列 那其实它的操作有很多 我们的资料 如何把资料放到正列里头去 我们如何删除资料 我们如何寻寻资料 那我们如何搜寻资料 等等 我们来看 我们现在看的是插入资料 因为我们是对号入座 那我们希望座无虚席 如果我有一个正列A 那我要在它的位置 第三个注标值的位置 插入一个资料C的 那我可以从黑箱的角度上去看 它的操作如何操作 假设这个是我插入操作的 程式单元的名称 那我要给它几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我给它是 我要插入的正列是 名称是什么 位置是什么 名称是A 在P这个位置 插入X这个资料 这个X就是等于3 X是一个变数 好 那如果要这样做的话呢 因为我们删这个位置呢 已经有资料了 所以后面 它必须把它以后的资料 就往右一 然后空出一个位置 让C放进来 这是插入操作 我们所要知道的 那删除操作也是一样 那删除操作呢 我一样有一个名称 这从黑箱的角度去看 我要在A这个正列里面 删除掉P这个位置的资料 同样的它会产生一个效果 就是我要去移动 与它无关的资料 我要删掉的是这个资料 它是以它之后的元素 我全部要往前移 以免产生空位 那么这个是我们在 正列删除资料 跟加入资料 所要注意的地方 那我们在使用正列的时候 我们也不希望 是之间是有空格的 所以这是正列 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 那接下来我们看巡形 到底什么是巡形呢 巡形就是巡访 正列结构中的所有资料 比方说我们要列出 正列结构中的所有资料 那么我们来看 假定我要巡形的范围是S 注标值为S到注标值为E 那我要怎么样去写这样的一个程式呢 那我想这个部分可以当成作业 各位自己用一个重复运算的动作 就可以做出来 这个就是巡形注标S到注标E的范围 如果你要正向的巡形就是从S走到E 如果你要逆向就从E走到X 这是非常简单 如果说这是从一维正列 那这种巡形呢 我们可以把它很广泛的说 所谓的线性结构的巡形 都是非常简单的 那接下来搜寻呢 那么搜寻资料 我也可以用黑箱的角度去定义一个函数 我到A这个阵列里面去找K 那么找到了 你就告诉我 你可能告诉我注标 也可能告诉我这个资料 这个是一个搜寻的操作 那么其他的操作呢 我们也可以有比方讲判断A 是不是空阵列 我们可以用Is Empty of A 那内容怎么样 各位可以先去想一想 那么同样的判断A 是不是为满阵列 我们可以用If Fool Is Full of A 那这个地方都是从黑箱的角度 因为阵列的操作比较简单 那白箱的角度呢 我就没有再跟各位来谈 各位在程式设计上 应该都会看得到 好 那么阵列的各特性呢 因为阵列 它是很重要的基本结构 那么它是静态的资料结构 它以绝对的方式来表示资料的位置 那么它增删资料的时候 需要移动其他的资料 这是它的特性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去使用阵列呢 它适用的情境大概有这几个 一个资料量变动比较小的时候 另外呢 它删除插入操作的资料比较少的时候 另外它常常执行搜寻的操作 或者它常常需要重新排列 然后各位记得这些应用的情境 慢慢的你从各种不同的结构 再去回头看阵列的时候 你就会非常清楚 接下来呢 我就跟各位谈一下阵列的应用 那么在画面上有三种应用 但是我时间的关系 只跟各位介绍第一种 结构形态的阵列 我们常常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表格 各位看这个表格里面 所有的资料都是一样的形态 就是整数的资料 那么我用一个二维阵列 就可以解决了 可是如果我看到的是 这样的一个表格 各位看这里面的资料 并不是同一个形态 这个时候呢 我就要把每一个学生的这个资料呢 看成一个是元素 所以这个元素就有四个栏位 因此这个元素的形态 它就是一个结构形态 这样子的一个阵列 我们称之为记录形态的阵列 那么时间的关系呢 今天就跟各位谈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会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